一样开启云端上面 然后这边题目总共会有五大类题目 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一般现在上班等于是职场上面用最多的软件就e-sale 而且用的时间最多 数量也是最大 所以未来如果你将来就业的话 一定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是你e-sale 守不守息 那这个也是有守不守息跟什么关系 跟你的效率非常有关系 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到 有些人会一直需要加班 加班的原因是说他在偷懒 主要原因是因为很多东西 e-sale 会做就马上完成 不会做那你可能变出法律纲 出法律纲就会非常浪费时间 那有些东西的话 像上礼拜讲到一些相关的功能 还有一些相关的公式 像计算年龄用daily 或者是说用相关的函数 这边其实都有提到 如果你假设没有办法把这些 他所提到的函数给怪数做出来的话 那变成你这个事情就没办法完成 没办法完成就会需要加班 所以现在很多人加班的原因真的是因为 因为很多东西是不会的 那怎么办 我是建议你还是可以把这部分的东西 可以先把它学好 那上个礼拜我们主要针对三期 这速度还蛮快的 102 那这个是做高尔夫球的 那个几干的统计 那里面总共大概就是利用一些图 把它那个 到底谁的干数多 谁的干数少 那可以运用什么 运用一些 像那种 手机的 这个收入的格数 可以做一些 那大家看图会一定是比看数字来的更直觉 所以现在呢 有一个趋势 就是说那个视觉化的 这种 应用非常的广泛 也就是说未来 人家要看的其实就是一个图表 不是说看一堆数字 一堆文字 所以现在人其实也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 就花那么多时间看文字 所以你会发现 通常会 假如说一个网页里面 有呈现出来 有影片 有图 有文字的话 一般人还是会选择先看影片 对吧 你会发现大家先看影片 看了影片之后觉得还不过瘾 可能再看一下图 看图看还是不过瘾 就再看文字 所以有的时候 你们要吸引人家的目光的时候 可能要先丢个影片上去看 先吸引他的注意力 然后慢慢的再把其他的焦距给抓住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现在其实也有一种工作性质 就是所谓的小编 现在小编还蛮缺人的 你要怎么样让人家愿意多看一下你所设计出来的东西 这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102104 104部分的话主要就是什么 就是里面有几个函数 可能要特别注意 像Dedif 这边有提到 像Today OK 另外还有格式 必须用几岁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格式 那格式里面有个制定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因为如果说将来我们期末考试的话 如果考到想抽到这一集的话 你要把这相关功能 我到时候一样 给你们题目 然后你们把结果告诉我 把它做出来 OK 那类似这样 做完之后 我要怎么样马上可以利用以色调帮我做评分 然后每个人对几题这边可以显示出来 那对的数量 底下还可以用一个图 有没有用那个图形化的方式把它显示出来 那这个该怎么做 在上礼拜讲到的 所以如果你对于上个礼拜的部分 假如说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你可以到Poto里面 我记得我已经有把每个礼拜的上课影片 都帮各位录影下来 然后并且Po到Poto上 因为刚好我们远端其实也有同学没办法来上课 所以学校的要求是希望老师 是可以提供远距教学 所以我有把每日上课的影片录下来 然后并且把它贴到Poto上去 最新消息 OK 应该有看到吧 第七次上课 那影片的部分连结就在这里 OK 那这边的话 当然每一集上课 如果说你有些细节 假如说不是那么清楚的话 可以再把上个礼拜的影片 总共八段影片可以再观看一下 我们这一帮观看事数 其实看起来不是很认真 数字有点少 OK 因为这也是一个评量观看的依据 每一集每一集 每一集其实如果说你每一集下方 假如说有问题的话 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OK 那这边的话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边影片把它录下来了 所以可能有部分会讲的比较快一些些 那你们回去自己再稍微练习一下 那今天的话我们要来看108起 所以请各位把108起打开 那108起首先第一个要做的问题 就是九手乘法表 那这个九手乘法表 它是希望怎么样 在这个范围之内 把相乘的结果帮我把它输出到这边 但是不是用土法链钢 而是说用公式的方式来完成 那这边的话怎么做 首先我们大概来把题目稍微看一下 108 108这边它当然有一样 我觉得这题目设计的越来越人性化 它前面还有一个题目说明 它说什么 还特别还加一个小学 像洋洋小学 OK 这老师 然后希望以色列制作九手乘法表 让学生背诵 然后表中的公式 上方 上方这个叫背乘数 特别注意 背乘数应该是放在前面还是放在后面 一个乘数 一个背乘数 我印象中好像背乘数应该是放前面 这边左方 所以是特别注意 这一个数字要放在前面 然后后面的话 乘上什么 后面这个数字 就是这一个 这个应该叫什么 一个叫背乘数放前面 一个叫乘数放后面 中间加一个乘号 OK 然后最后把结果计算在这边来 特别注意 并不是说叫你用什么 用那个图法认高的方法 不是说叫你说 1 我记得他这边是加一个x 1 x1 等于什么 等于1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2x1 等于2 这个答案 如果你要做的话 要变成假设用图法认高 你变成要做9x9 81次 那这一题是希望什么 请你用一个公式 把这两个相成的结果放到后面来 自动产生 不是说你是用那个 除法认高的方式来做 然后他说什么 再来的话 第二个就是要做一个对角线的一个填满 对角线填满的练习 所以这边的话请各位 先开启这个练习题 然后再稍微看一下 这边的题目设计有123 好像有三题吧 分别我们待会再来看 他说这边的话就是1x1的结果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试试看 把108的题目他了解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针对108题 来做一些说明 总共他有三个题目 题目要求是 那个储存格用那个自创公式 1乘上1等于1 那特别注意 这个中间这个符号 他还有特别讲到 他说要用那个插入字远 插入符号的方式 这个很像是x 但它不是x 所以这个符号的话是一个乘号 乘号怎么产生呢 就是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字远就可以了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插入一个字远 插入字远的话 第一步我们也许可以在旁边先插入一个 你可以切到插入 里面有个所谓的符号 符号里面的话有个字远代码 请你输入00d7 Enter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就会出现有一个乘号的符号在这里 00d7 那我们直接插入先放在这里好了 为什么?因为将来如果要用的话 直接把它复制贴过去就好了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我把它先关一下 这边就有我要的符号 那我需要的公司是怎么样 这边公司是这个是被乘数 这个是乘数 这个放前面这个放后面 所以等于什么 等于公司的话 这个这个值 OK B3 那乘的话 就要把这个符号放过来 所以你可以and的符号 因为储存格跟那个后面的字 如果要相乘的话 那你必须要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前后双语号 然后把资料放过来 那放过来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资料把它Ctrl C一下 Ctrl C之后的话 移到这边 把它Ctrl V贴过来 也就是 1乘上 后面加一个and and什么呢? and这个 A4 你打过它会出现1乘1 等于的话再一个and and什么呢? 一个等号 有没有 因为等号是一个文字 所以你必须把它用一个and的符号串接 然后and什么呢? 两个相乘的结果 哪两个呢? 上面这个叫倍乘数 乘的话呢 是这个信号 信号是真的乘 这个乘这个 打勾 OK 1乘1等于1 那可是将来我需要什么? 向下 向右 一次完成 如果一次完成的话 那这个地方需要做哪些事? 这个特别需要 接下来的话 你必须要懂得所谓的什么? 所蓝所裂的概念 那特别是一个图层格前面叫蓝 后面叫裂 那它的概念是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只要是列它会自动加1 这个是规则 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向右填满的话 B会变C C会变D 也就是你向右会影响的是前面的蓝 向下的话是影响下面的列 那如果你不想让它向下填满 或向右填满变动的话 那你必须要在前面加个前的符号 前的符号 OK 那可是问题 什么地方该所裂 什么地方该所蓝 那这个你可能要特别小心 比如说我今天公式输出之后 我如果向下填满的话 它会不会正确呢? 理论上一定会错误 为什么会错误呢? 因为我向下填满的时候 理论上应该怎么样? 应该这个位置不变 这个位置要不要变? 这个位置要变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不要变 这个要变 那我要怎么样让上面这个位置不变 这个位置变 特别注意 你可以看一下公式里面 你点一下下面这个为什么错 因为向下填满之后的话 原来不能变动的B3 它变成B4 那A5的部分的话 A5应该要变 所以A5不会影响 应该要把这个4固定成3就可以 所以如果这边公式只要把它改回3的话 没有办法 这边如果也改3的话 那答案会不会正确? 那我要怎么样 让公式锁住不要动? 特别注意 很简单 只要在3的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就好 意思说我向下填满的时候 你三列的讯息不要变动 按打勾就可以了 打勾之后我们来向下填满 放开有没有OK 也OK 有没有 再来的话 我需要向右填满也OK 可是现在向右填满我OK 不OK 为什么? 道理其实跟刚刚讲的一样类似 问题会出在哪里? 问题会出在我向右填满的时候 理论上 我的A栏的部分 A的部分 这个A向右拉的时候 它不能变成B OK 我们看一下它为什么错 看这个好 这个储存格 你会发现 拉过来它变什么? 本来应该参考到哪里? 参考到A栏的部分 它变成B了 有没有 实际小孩如果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把它改为A的话 答案会不会OK? 如果变A的话 把它打勾 你会发现答案OK 那意思是说 我向右拉的时候 A也不能动 OK 应该可以懂意思吧 所以基本上 我要怎么可以让它不要动? 公式里面该做什么处理? 其实很简单 只要把这边看到的A前面 加一个前的符号 A的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这样OK 把它打勾 这个就最后的答案 打勾 然后向下 再向右 放开会不会一次完成? 看一下就知道了 放开了 大功告成 OK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说真的 会跟不会真的差距太大了 很多工作上面 说真的你不会的人 在那边出法链钢 慢慢弄 会的人马上就OK 我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可以删掉了 这个公式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 基本上就是 先做好之后 可以大概归纳几个重点 第一个 以后如果你的标题列在这一列 那你就3锁住 有没有 前面是3 那你标题栏在A栏 那你就把A锁住就好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归纳 假设你这边3跟A 你就把3 只要看到B3 B3的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那请各位待会试一下 比较重要可能 一 这个符号 记得是什么 插入符号 输入00d7所产生的 然后把它再放过来 复制过来 二的话 串接公式 记得中间一定要end符号 这个不是固定的规则 其他的话就是把三列跟A栏锁起来的话 那这样子这一题就大功告成 那这个做完之后还没结束 第二个他希望做什么 就是在绘制框线 框线部分的话有哪一些重点 他包含就是说他希望做出来 上面这两条线是粗粗的线条 里面是细线 然后另外的话 列标题 这一条线要变两条线 这一条线也变两条线 他有个规则 那我要怎么样 针对他要的这种框线 样式去帮他设计出他要的结果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切一下